華盛新聞的深度追蹤 繼續我們要看 華航諾富特群聚感染 延燒兩個多禮拜 他確診的病例超過布桃事件 而且一直找不到感染的源頭 專家指出布桃事件能夠止血 是因為源頭明確 那麼巡線去追查做居家檢疫 就能夠防止病毒進入社區 但是這一次的事件 源頭找不到 以至於產生好幾條的隱形傳播鏈 尤其現在病毒已經進到 雙北首都生活圈 這更是一大防疫警訊 來看今天的聚焦真相 特別報導 防疫人員全部武裝 緊接協助所有人撤離 也許傳播鏈是一個大的漏洞 因為一直找不到一個傳染源 二零二一最新新冠肺炎確診地圖 風暴核心桃園位居首位 今年共三十人確診 新北臺北則是二三名 分別有六人及三人確診 進入紅色境界 要想避免繼續蔓延 一大關鍵 防堵隱形傳播鏈 就是不特定的人 什麼時候會爆發出來不知道 這個疾病 並不是每個感染到人都會發病 你看到的是嚴重的 你有看到那個輕症 有看到那個無症狀的人嗎 隱形傳播鏈最大風險 來自於無症或輕症感染者 他們帶有病毒一樣具傳染力 但因為沒確診 自身足跡以及接觸史 通通消失在檢控視野 群聚爆發後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全面採檢華航機師一千兩百七十九人 包括德國 美國 澳洲航線共十一名機組員確診 另外有三名血腥採檢呈陽性的機師 他們大概率感染過新冠肺炎 但時間點不知道 足跡更是難以追蹤 專家直言如果源頭是這三名機師 甚至另有其人 病毒可能已經進入社區 怕的就是礦令以外的不小心傳出去嘛 剛開始的時候有蠻高病毒量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去提款 吃飯 你這個不能怪病人 對不對 根本都不太知道 除了源頭之外 專家也擔心管理漏洞 會衍生更多隱形傳播鏈 事實上一般入境民眾 要居家檢疫十四天理由很簡單 因為病毒潛伏期最長就是十四天 雖然目前華航已經將居家檢疫三天 十一天自主管理的做法 改為五加九 但專家直言 重點還是在於 自主管理有沒有確實 他以為他沒有感染 其實沒有 就是你要跟這些人講說 你雖然三天沒有了 你還是有可能 最近幾天看還是會發病 專家也指出 諾富特飯店主管1120確診案例 其實凸顯出台灣其他潛在的防疫破口 譬如他身為防疫的一環 健保卡上卻沒有任何註記 三度到基層診所就醫 卻沒有裁檢 今天健保卡如果真的有註記 我保證那個人第一天就被轉掉了 高風險的人員 你說在防疫旅館的員工 高不高風險 現在還是沒有註記 沒有 他就是不註記 防疫出現破口 範圍遍及雙北桃園雲林嘉義 專家說要預防引擎傳播鏈 最好的方法是裁檢 有看到可能的一個傳播圈 這傳播圈的部分 就必須要全面普篩 但目前在台灣 裁檢不但要自費 而且試想如果出現肺炎症狀 發燒咳嗽流鼻水時 一般人都是到基層診所 但要診所達成擴大裁檢的任務 其實難度很高 你今天篩檢的時候 下一個病人你敢看嗎 而且我一旦看診確診 我連帶要被停診兩個禮拜 我怎麼受得了 我要關門兩個禮拜 我怎麼願意做啊 應該也有一個好的地方 可以收集檢體 再送到大醫院 問題就是採檢送檢的部分 如果不方便的話 大家就不會去做 不會去做就可能會有漏掉 目前指揮中心祭出採檢獎金 鼓勵診所幫忙轉診 能否達到成效有待檢驗 群體感染持續蔓延 臺灣防疫進入九局下半 全民必須嚴防社區感染 千萬不能功虧一虧 好奇新聞暫定報導 好奇新聞暫定